今天我想講隱形的單側聽損 單側聽損這件事情其實是沒有辦法從外觀做判斷 甚至 你可能也不知道也許你左右兩邊有人 可能他就是單側聽損 那我是一位單側聽損的媽媽 我女兒很棒我女兒叫靜姐 那 我這個他是出生時就被篩出聽力是有損失的 所以他我符合 我符合就是所謂的就是 負診的流程第1個月第3個月在第6個月 第6個月之後就可以確認這個孩子是不是真的是有聽損的狀況 那在他確認聽損的時候 我是 就是 就是我很緊張我也問了醫生說 我能做什麼 那我必須要做什麼 我 就是怎麼辦 就是因為 對我們的認知來講就是 就是 聽不見嘛 那後來醫生跟我說媽媽不要緊張 放心你女兒還有一耳聽得見所以沒有關係 後來我就真的很放心 我就非常大心驚的就是 就是帶著我女兒就這樣就是放任他這樣長大四處玩 到2歲的時候 就是 我有機會帶小孩子到某一個幼兒園去玩 那裡的老師提醒我 因為他看過小孩無數 他跟我說媽媽你小朋友可能有一點狀況 你帶去給醫生看看 就是他 老經驗的人提醒了我 我才把小孩帶到醫院去 才發現就是他已經到發展遲緩的程度 那到了發展遲緩的程度 第一個 我們想到的就是 是不是要問看看社會局 或是教育局 那我就跑到社會局去問 就社會局跟我說 媽媽你有沒有那個神經障礙手冊 後來就是到教育局他還說 就是媽媽你有沒有神經障礙手冊 我去查了資料之後 身經障礙手冊必須要雙耳都損失55分貝以上 但是55分貝大概就是 我跟你兩個人近距離對談的聲音量是40分貝 他需要就是 兩個人近距離對談 聽不到再高一些些才可以 他是雙耳 規定雙耳 都55分貝 但我女兒很尷尬 我女兒是 一耳就110分貝 110分貝多重 就是飛機從你旁邊咻過去那個聲音 就是110分貝 我女兒會聽不到 就是這麼重 甚至 110分貝大部分都稱之為全龍 就是他是 等於是單耳龍 單耳龍的狀況 我就想說那能不能平均嗎 110除以兩耳是不是也是有55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請申請站在手冊 可是 承辦的人都跟我說 就是不行因為規定就是這樣 那我就不放棄我繼續想 就是 政府資源沒有民間總有吧 民間一定很多什麼慈善會基金會啊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協會這樣 我跑了很多基金會去問 裡面所有的包括上課資訊 他還是跟我說 媽媽你有沒有申請障礙手冊 你要不要去申請申請障礙手冊 我心裡就想說 我就申請不下來 你一直跟我要手冊有什麼用 我就是申請不下來 所以只有一耳聽不見 是申請不到身心障礙手冊 他不符合我們政府的身心障礙規範 身心 常常問我說為什麼媽你要 我有遇過網友問過一句話就是 你這樣子就是好好的人不當 要當殘障 就有網友這樣子說我在替我女兒爭取這件事 我說我要的並不是身心障礙手冊裡面的什麼停車補助 或者是生活費補助我要的是學習資源平等 你這樣子孩子他需求的就只是聽得清楚 這是基本的權利 你連這樣蓋給他的基本學習權利你都不能平等 他跟人家完全沒有辦法在同一個起跑點上競爭 可是你又用正常的規範要求他跟其他小孩競爭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地方 我要的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學習資源要平等 單策廷所得在我這我女兒下六歲我這六年來 我就是自己教 因為仰賴政府的 的系統是沒有沒有資源所以我全部就是自己看書自己問人 之後網路查 之後自己觀察我自己教 就是這五個是我看的這樣的孩子他其實最需要在這五個 合適輔據就是 你一定要給他配戴助聽器 因為助聽器他 可以輔助他聽得清楚 第二個你要積極引導學習 就是媽媽本身就是在兩個人相處的時候你就要非常 特別注意他的狀況 才不會像我就是大小孩到我女兒兩歲多了才發現他發展遲緩 改善聽人環境 其實他不適合在這個地方 聽講如果你旁邊只要有人講話有人咳嗽他聽不清楚 甚至有人建議我說叫我 直接就是就是用講了 可是我講了這麼快的話 如果是單策聽存的人他是聽不清楚的 他在這樣環境是沒有辦法生存 還有友善校園宣討 我女兒就單純就因為帶了一個助聽器到學校 就是被人家所謂的貼標籤 同學開始恥笑 笑他 而且有小朋友會惡作去稍微去動了他的 助聽器 那 這些東西就會再再讓這樣孩子說我不想帶助聽器去學校 這個是在幫助他 學習好的東西 可是他卻拒絕使用 就跟我們近視戴眼鏡一樣 所以聽力不好的人就是要帶助聽器 但是 大家有因為戴眼鏡被笑過嗎 那為什麼帶助聽器的小孩要被人家恥笑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合理 這個是整個 整個社會面的問題 家長的 教育也是 家長對小孩的教育也是 社會對 對我們這些人的影響也是 政府他有沒有積極去宣導這些事情 一樣是沒有做到 FM調平 就是 就像我現在 老師每個 每個科額老師進到教室我都使用一個東西像麥克風的東西 我這個麥克風的聲音可以直接收到這個小孩子有佩戴助聽器的接收器 就像老師在課堂上在你耳邊講話一樣 不管這小孩子多高他可能坐到後面去 或坐到哪個角落甚至他在教室門口 他都聽得到老師 想課的內容 你讓小孩子聽得清楚他學習就會進步 當他學習不就是學習是進步的時候他就不會遇到所謂後面所謂落後發展遲緩 甚至人際關係障礙造成情緒障礙 後面這些在在的都是一層一層相關的 單側聽損如果單純就單側聽損的這個狀況的話他在教育資源完全沒有 他不是身心障礙者可是 其實他的確不是 正常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身體狀態 可是他等於說我們用正常的標準在要求你 但是 明明他其實 並沒有那麼正常 可是他卻被你這樣子要求 我覺得 我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政府我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還有一有聽得到所以沒關係 單側小孩真的跟正常人一樣嗎 單側聽損的成人 你們有碰過親朋好友或是同事是這樣啊 你覺得他跟正常人一樣嗎 甚至到老 我們每一個人一定會面對到所謂聽力退化 非常多老人到最後 自然而然聽力就會損失就會退化 這跟我們沒有相關嗎 絕對有相關 我說單側聽損是隱形的弱勢 因為 他很難被察覺 甚至 有人不講 我不講你可能也不知道我女兒是單側聽損 這句我不想再問了 因為我很多場都講過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想要幫忙的可以怎麼樣的來 協助你的專案 或者是 我現在的部分其實 其實他最需要的就是在 所謂的就是 我們還在倡議階段 那最終他必須走到修法 不管是修特教法 或者是修身心障礙法 他都必須要 去做這個部分的調整 對如果 我不知道說我可以請大家怎麼幫我 因為 他是需要修法的 我能做的就是影響很多人 讓他們願意 就是 大家如果 團結一點 就是講這個話題 講這個話題 講久的話 也許政府就會看到我們這群人 因為 我這六年 我是自己交際的小孩長大 對 我覺得不公平 這個社會太不公平了 好 真的 我不想要用 就是 這種公式 讓大家 就是 協助 我覺得 就是我們回歸靈性訴求 就是 也許你今天 看到這樣的文章 你一個分享 或是一句評論 或是你遇到這樣的人 一個關心 其實 這就是大家對我們 最大的幫助 謝謝大家 那個 蕙琦在那個 spership上面有貼他的粉絲專頁 大家可以 應該是你的帳號 大家可以加好友關注 單策心損的話題 各位不好意思 我本身就是單策親損 各位不好意思 我是後天的 所以 有開有開 不好意思 這樣子清楚嗎 我就是 後天的單策親損的成人 那我能夠體會 剛剛蕙琦所講的那些種種困境 因為對我而言 其實在這樣子安靜的環境 如果有人講話太快 我根本聽不清楚 人家在講什麼 如果在 在外面或在那個討雜咖啡廳裡面 如果有三個人或四個人在講話 我永遠都是被 被 排除在外的那個 因為我沒辦法參與談話的內容 那 很多醫生都說 反正你還有優惡 聽得見就好 但是 殊不知 其實我這幾年來一直面臨的 聽力慢慢退化的恐懼 我的聽力已經退化到 我兩耳都必須要帶住親戚的 我原本只是一耳 那 我的年紀其實也不大 可是 我現在 感覺我 不管在工作 或者在家庭 或在跟朋友相處 我都有被孤立的感覺 我其實 有時候 我會覺得日子過不下去 因為 其他旁人在看待我 我會覺得說 我被當成一個笨蛋 我能力不足 我沒有辦法去做任何事情 可是 這個政府 他有做些什麼來幫助我們嗎 其實並沒有 我一直 單純清楚這個議題 在此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在倡議了 可是 到現在都還是在原地打磚 我們有一個LINE的群組 我們有粉磚 我們有 那個 社團裡面都破千 然後LINE群組也是 快500人 那現在重點是 這麼多人在裡面 互相取暖 可是這個政府有看到嗎 我們今年有 看家衛福部的會議 因為今年2月有那個 國發會的那個平台 然後5000多人 在倡議 成功了 可是 在 7月份的會議 前途當中 卻 簡單的潦草 就這樣子被帶過了 但是清水的疫情 其實真的需要大家來多多關心 因為不是只有 一耳聽的見就好 而是應該要想辦法在我們還沒有完全 聽不見之前 扶植這些單色清純的人來 讓他們能夠獨立自主 謝謝 那請大家可以找他們加入他們的LINE或是Facebook一起加入關注這個議題 那接下來是